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宋朝元丰年间,在河南开封有个姓赵的大户人家 护主赵元外必祖上福印,家中田产颇丰 元外爷为人道还平时,待人宽厚 并不像寻常的地主老财那样,事财如命一毛不拔 而且平日里对家境贫寒,条件拮据的父老乡林 也会接济帮扶一二,因而此人在街坊乡林间口碑还算不错 赵元外有个多年的心病一直挥之不去 元外今年已是四十有一,按说仍过中年 应该已是家庭稳定儿女绕夕 再说赵家家境如此殷实,更应该是美满如意 不会有什么烦心事 然而,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赵家也不例外,不获之年的赵元外却至今仍是无儿无女 和夫人居住在城西头的四合院内 因为膝下无子,平宿里这日子过得甚是冷清 虽说家财忘惯,但府上没有小孩子的嬉笑玩闹 总感觉是少了些生机 还好赵元外所住的四合院是座独门独院 门前屋后南北左右都是路 身居望地,白日里宅院外偷车水马龙 商骨往来很是热闹,生活总算不至于显得过于孤寂 赵元外的夫人田氏颇有几分姿色 都说女人三时如狼四时如虎 田氏如一块肥沃黑土 正是到了最为渴望生耕的年纪 然而赵元外却因多年春众却未获得秋收之喜 慢慢地变得异性阑珊 而妇人却总是渴望纠缠 园外百般无奈 便常以打理店铺或外出进货为由 越来越少时间待在家中 都说大雨至水 可疏不可赌 园外的消极必战 夫人却久汗无语 于是乎夫人春心荡漾 如白爪挠心般寂寞难耐 时日异常便把持不住红杏出了墙 一日里 田氏趁赵元外外出采购皮草时 竟席卷了家中金银细软 伙同情夫弃家私奔 远走他乡了 赵元外凭借精明的商人头脑 这次又大大的赚了一笔 归家之后却发现 咬如黄鹤 已然是人去防空 当下心里是既好气又好笑 气的是觉得自己颇有钱财 然而是即便如此 可夫人竟看不起她 笑的是自己早就心忧夫人 无声欲可能 此次回家正准备那妾生子延续香火丹 又担心河冬失后 经过思量心下也是释然 也罢 风吹鸡蛋壳 才去人安乐 因想着家丑不可外扬 元外也没报官 只是张罗者在寻一门亲事 了结多年的心愿 于是 赵元外便请来风水先生 为自己补挂看宅问及后事 风水先生给赵元外补挂看宅以后 对赵元外说 你的八字命理并不坏 若另作婚曲则必能喜得林儿 但你必须择地在星土木 班挪改地居住 他所方可奏向 缘由在于你现有的住宅四合院 因为四面皆临路 此有八鬼抬轿之说 乃是不祥之兆 你若仍住在这座四合院内 就算是另娶女人 不但不能给你生子 她还会和别人私奔的 赵元外听后深信不疑 很快便着手准备买地另建新宅 新居落成后 赵元外很快便托媒人 密得一两家女子 闺女生得倒是别致 肤白貌美五官交好 风胸细腰翘臀一看 便是生男娃的好料 而且端庄贤淑说起话来 低眉顺眼很是贤淑 元外也相过女子后 甚是满意 选了黄道吉日 便吹吹打打张灯结彩 迎娶过门 新婚之夜 乔迁之喜 一切都是那么的喜庆 好事成双 更有喜上加喜 一年之后 元外还真是枯木逢春 喜得贵子 看着肚子日益隆起的新婚小娇妻 想着老来的子 元外那是无比的宠溺 日日叮咛天天嘱咐 就担心磕着碰着 如此被丈夫知冷知热的疼爱 妻子很是幸福 听着元外爷的啰嗦 娘子只是尖尖地垂手滴滴的微笑 满眼满脸都是幸福 心腹热闹 喜气洋洋 只是另有一事 赵元外一直在琢磨 转眼搬家离开旧居已尽一载 没事时总盘算着想把旧宅卖掉 期间也在积极地物色买家 可他万万没料到就在这段期间 旧宅院内竟发生了一起杀人凶案 凶杀案的案发时间是在中秋之夜 在那天夜里 有人听到响动 后路内发现赵元外的旧宅四合院内 竟然躺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那具男尸赵元外认得 是本村的地痞前三 可那具女尸就无人认得了 这件事出在赵元外的家中 赵元外感到无比晦气 事关人命 赵元外那时片刻也不敢耽搁 马上差人到官府报了案 县衙派人经过细致地走访摸查后 得知那具女尸是邻村一大户人家的丫鬟 女尸臂上有一刀伤 伤口血迹已然凝结 男尸手持匕首身上无伤 按道理来说 女尸臂部刀伤不至于死 男尸身上无伤就更不至于亡命 可这两人为何双双倒地而身亡呢 话分两头 各表一只 先说赵元外想卖掉他的旧宅 可由于发生了凶杀案 房屋自然少人问津 有一家原本急需用房 有购买意向的主户 见出了这等事 不仅趁机把房子价格压得很低 并且还对赵元外说 我要先在那宅院里住上几天 看看情形如何 我若是住在那里平安无事 半月之后我再花钱买下 赵元外虽然不差卖房那笔钱 但若是留着这座闲房名声 不好听且不说 更重要的是 闲房无人居住会风吹日晒 坏得快 于是赵元外便同意了买主的要求 可谁承想事与愿违 那个意向买主住进四合院的当天晚上 天还未亮就夹着被子 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 逢人便说四合院里不干净 大半夜里有男女二鬼在闹腾 还说那两鬼极为猙獰 整夜里那是各种鬼气森森的 忽而大声争吵 忽而低声抽烟 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睛的 让听的人毛发悚然 四邻不安议论纷纷 赵元外是个走南闯北的商人 平生奇奇怪怪的事遇过不少 不过还真没有遇到鬼 心中压根就不相信买主的话 认为买主是在故弄玄虚 想捏造鬼话 蛊惑人心想让自己把房产贱卖 因此 赵元外一方面为了试探虚实 另一方面也为了证明院子不是凶宅 就带着被子亲自住进四合院 准备睡上两宿打消旁人的顾虑 话说赵元外住进旧宅的当天晚上 因为孤身一人幽居旧院 甚是无趣 于是天黑不久便在床上憨然入睡 不诚想 午夜时分 赵元外忽然在梦中被一阵激烈的吵闹声惊醒 他只觉周身寒嗖嗖的阵阵阴气逼然 元外屏住呼吸 竖起耳朵听见有男女争吵不休的声音 并有女子如气如素音策策的尖锐哭号 这一惊吓可真是非同小可 吓得元外赤着脚穿着单衣 连被褥都来不及拿就没命似的 跑出了四合院 看见如此一幕 城里的人们更是谁也不敢买那座房子了 人们连白天经过也要绕着这所宅子走 死了人的房子真的会闹鬼 还是另有隐情 赵元外的四合院内这男女二鬼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个女鬼名叫柳梅 她生前在姓吴的光幻府里当丫鬟 柳梅死的那年19岁 这个小丫鬟长得很失可人 豆蔻年华粉嫩嫩水淋淋的 身材苗条容貌甚佳 因为小丫头人长得机灵 善解仁义 深得府上吴老夫人的喜爱另眼相看 并没把她当一般的丫头 因此柳梅也颇有些傲气 想着后面要自己选个一中人 托付后半生 柳梅生前在吴府时 府上有个干木工活的小长工 憨厚朴实吃苦耐劳 有一次柳梅身体不适在花园小镜 经过时险些晕倒 正在给相防修气门窗的小长工眼间 瞧见柳梅摇摇欲坠的样子 便忙着小跑过来扶着柳梅坐下 并端来糖水殷勤关心 细致问候 眼瞅着跟前这壮实爽力的青年男子满是关切 闻着对方身上传来的好闻的汗味 柳梅心如露壮满脸娇羞 转念间于是方心按许 认准了这个眼前人便是自己以后尾身相随的另一半 小长工也是心有灵犀 后面每次邂逅时总是盯着柳梅痴痴地看 冲着柳梅憨憨地笑 柳梅本想向一中人表露心迹 可万没想到 这些都被府上的吴家大公子看在眼里 这让吴大少那时又急又恨 这大公子打小便被家里宠得无法无天 惹是生非沾花惹草的事更是没少做 虽说现已有几房妻事夜夜生歌 然而这王库却色心不死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若是由着性子 吴少早就该对柳梅上下其手辱其清白了 好在其忌惮吴老太太的威严 不敢造次 吴公子多次跟祖母敬言 遇纳柳梅为妾 但柳梅誓死不从 故只能无奈作罢 大公子眼看着自己煮熟的鸭子要飞 见好事不成便休脑万分 怒从心边起恶从胆边生 定下毒计预置小长公于死地 他首先把自家的珠宝暗藏于小长公的屋内 并用小长公的匹柴斧头砍杀死一名护院的家丁 大公子以此大作文章 栽赃嫁祸 无良为道 同时又使了不少的钱银打电贿赂 当地官员串通一气 不明就里的小长公祸从天降 大半夜便被一对兵丁上了门拘了去 次日上了公堂 堂上官儿不问青红皂白 便命左右先是一通沙威棍敲打的小木工遍体鳞伤 随后官大人发问可否认罪 小长公还没回过神来 又是各种板子老虎灯辣椒水一连串的行求 这无辜可怜人在办事昏迷的情形下 已然被强行将代写的手指头按在案情卷宗上画了压 于是 剑材起义 杀人灭口的案情坐实 小长公被打成了一个死球 被收入大牢 就等官府上报朝廷后 名正典型 大公子本想没有了小长公就能斩断柳梅的情思 哪只聪慧机敏而且细心过人的柳梅很快便发现一点 洞悉了其中内情 悲愤绝望的多情丫鬟横下了一条心 就是嫁猪嫁狗也不嫁给这个丧尽天良的大公子 并决定哪怕是死 也要为小长公报仇 于是 柳梅暗地里买了一些披霜 趁中秋佳节府上人多忙乱之际 悄悄在大公子的饭碗里放了披霜 确认仇人亲口吃下有毒饭菜后 便立刻偷偷地离开了吴府 临走时手上还拿了一瓶泡有披霜的酒水和一些牛肉 大愁地报 柳梅也不想苟活 决定追随一中人而去 一路上柳梅伸一脚前一脚漫无目的地走 只想着找一个僻静的场所静静地回忆小长公的好 吃完毒酒后前往另一个世界 当肝肠寸断的柳梅经过赵园外的四合院时 建墙上已然是长满青苔 久无人住的样子时 心想 我自己从来也没有个家 死也要死在屋内免得暴湿荒野 室友凑巧 柳梅开门进院时 已被一个叫前三的流氓丁烧发现 前三是下三滥之徒 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惯了 人穷品衰也娶不上媳妇 日日奢账姑酒喝 到了晚上便到赵园外这所宅里过夜 这不敢巧 前三见一个身形婀娜的女子手上 仿佛拎有雾食 孤身一人进了院子 便悄悄尾随其后 她从窗外向屋内窥看 一缕月光下的柳梅貌美如花 渲染玉气脸有悲涩 失魂落魄并未曾发现自己 前三动了色心 都说酒壮耸人胆 趁着酒进 窜入了屋内想要对柳梅霸王硬上弓 黑灯瞎火之下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眼看清白要坏在贼子手上 柳梅心中大惊 慌乱中集中生智 她装作若无其事地对前三说 如此凉霄风月无边 观人你切莫强来坏了景致 奴家因头亲亲不认 才落得夜宿此地 正愁无家可归呢 你若不嫌弃奴家 我情愿为你铺背做饭生而育你 我们二人来日方长 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前三一痴 被柳梅说得心花怒放 柳梅接着说 你我月夜相见必是有缘 我这里有酒又有肉 只此良辰美景 我们还是先喝足吃饱了 再做一对恩爱夫妻 郎君你看可好 柳梅说完之后就把酒肉拿了出来 前三喜出望外 毫不生疑挨着柳梅做一块 在美人娇滴滴的殷勤劝酒下 两人同饮 很快便把柳梅带来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 前三喝下毒酒 不久就觉得腹中翻江倒海 疼痛难耐 感觉事情不对劲便问柳梅食物是否不干净 柳梅也是腹中剧痛 强忍着冷言说 这关我啥事儿呢 我本想自己独自寻死 偏生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活该你死 前三气急败坏地从怀中掏出匕首 嘶声喊 是你害了我 我要杀了你这个臭婆娘 壮若风虎地扑向柳梅举刀辩刺 柳梅闪躲中臂部 竟被前三刺了一刀 前三本想继续行凶 此时披霜毒性发作起来 痛得扔了匕首 捧腹在地上打着滚儿 不一会儿便口吐白沫弃绝身亡 而柳梅也是一缕香魂归了西 人死后自有阴差引领前往地府 他们二人死后本应归阴曹所管 可帝斯的判官审查卷宗史 查得柳梅阳寿未了 还有几十年的阳间姻缘在等他 而前三则有人间苦意还未做完 和这两人都是阳寿未尽 然而却意外地失了繁体 于是判官便将儿人魂魄赶出阴曹地府 也是可怜 生前阳间居无定所 死后还成了孤魂野鬼 两鬼油油荡荡又沿着来路回到人间 女鬼柳梅生前就看中了四合院 变成野鬼后又回到了这荒宅 男鬼前三是因为采花死 做了野鬼也想着继续风流 缠着柳梅不舍也回到了四合院中 并夜夜纠缠 玩玩争闹 这样一样 照园外的四合院里阴风鬼话 生人勿尽 邪护的事就一传十 十传百 附近三村四乡的人们都有耳闻 很是惊怕 常言说 近怕鬼 远怕水 这句话是说近处的人听到哪里闹鬼都害怕 远方的人不知详情 自然是不会惧怕的 再有便是 出远门的人在路过水时 因为不知水的深浅自然会害怕 且说有南方客商一伙而四人 阴滩着赶路错过了客店 天黑了多十方来到赵远外的四合院门前 想到四合院里借宿 客商们刚要敲门却见到院门虚眼 他们见到是无人居住的闲宅就走了进去 四人进屋后点火观看 只见屋内陈设着两张闲床 不胜欢喜 由于他们奔波了一天 十分劳累 躺在床上不多时便酣声如雷 进入梦乡 四人睡到骇时被阴风冻醒 见屋内有些柴草 便拿来柴草生火取暖 四人围着火堆刚坐下不久 那燃烧的火光竟被阴风吹灭 脖梗后面也是阴冷冷地发痒 待他们转头看时被吓得毛骨悚然 黑暗中两个怪物脸上两个窟窿 发着惨绿惨绿的光 白的跟纸片似的脸上竟然没有五官 四人吓得一起肝胆剧烈 屁滚尿流地钻到了床下 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四人在床底抖坐一团 只听见男生说 我不曾玷污你 为何对我下毒手 女生说 那是你活该 是你这个色狼自己找死的 闻听两鬼争执 四人吓得一泡骚尿 撒在裤裆里 大睁着眼睛 只等到雄姬三畅二鬼无踪时 才敢钻出床底 抱头鼠窜离开了四合院 世上的多数人怕鬼 可也有极少数人不怕鬼 和赵园外同村有个光棍汉子名叫李宝 生性豪爽为人善良 胆量超群 李宝对鬼神之说 从来是嗤之以鼻 认为自己一身正气 就算鬼怪见了都要躲着自己走 只是李宝的命不是太好 十几岁时就父母双亡 到现在都已是二十四五岁了 仍是面岸上的擀面杖 光棍一条 李宝住在自家四面来风的破草房中 靠到湖泊中撒网捕鱼为生 这年的秋天北风渴着劲吹 将李宝的破屋茅草浸洒荒 而后又连降大雨 破屋被雨水淋塌 正所谓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破船更欲打头风 李宝无处欺身 只好来到了赵园外旧宅中 欲借赵园外的四合院暂居安身 赵园外见有人上门 言说胆敢入住荒宅 正苦于房宅闲置流言不断 便顺水推舟说道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只要你不怕鬼 你就是常住那里 我也不在乎 李宝听后非常高兴地说 园外爷 您真是鼓道热场 那与职我舅舅先行谢过您了 你若是愿意成全 把四合院卖给我 让我有个容身之所 那是莫尺难忘的大恩 您看先说个价 待我他日有了钱 定当一并付清 赵园外说 我不在乎那几间旧房 只要你敢进去住 那我就把房权归你所有 你是好后生 我这样做也算是成人之美 赵园外便说 便让家丁把房契拿了出来 执意要把房子赠给李宝 李宝慌了手脚连忙摆手推辞说 园外爷 您这偌大的财产 我怎敢无功受禄呢 您有心关照的话 还请说个价儿 如此这般我才能心安理得 若非如此 我心中定然惶恐 愧不敢收 赵园外说 此言差矣 这并非是你夺我的财产 而是今日得见你我投缘 自愿相让 你如今不幸遇难遭灾 彼此又是本乡本土的邻居 我们相互关照是理所当然的 再说那里闹鬼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你若胆大有法子能降助了二鬼 也算是你我为百姓办了件好事 不过你到了那里也务必须得小心一点 千万别出差池才好 李宝见到赵园外情真一切 感激得热泪盈眶 也就不再坚持推脱 兴高采烈地把房契接了过来 再三拜谢后 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赵园外家 赶巧不如赶早 走了大运的李宝第二天便收拾了 原家中所剩无几的破旧衣物 兴致勃勃勃来到园外所赠的四合院中 手擒脚快的小伙子 很快便把屋里屋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安顿了下来 入住的第一顿晚饭 李宝吃得那真叫舒坦 趁着幸尔还美美地喝了几口酒 忙活了一整天 饭后李宝感到乏意袭来 这时也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他便在新家的床上心满意足地躺下休息 由于心情愉快放松 李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又是半夜时分 还是两鬼的争吵埋怨声惊醒了李宝 迷迷糊糊的李宝慢慢清醒过来 意识到传闻的二鬼吵宅 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时并不害怕 转了个身 侧卧在床上大声吼道 你们这两个孽障 大半夜里不睡觉吵那么起劲 你们说话就不能小点声吗 你们若是在争吵就给我滚犊子 别在这里饶我美梦 这一嗓子也是把两鬼震住了 真邪门了 这年轻人竟然连鬼都不怕 沉默了半嗓 女鬼兴许是觉得丢了面子 尖着嗓子 你这不知死活的痴汉 你难道不知我是冤死鬼吗 我正想找个替身度我离开苦海 你还不赶紧逃命是想要横死吗 李宝听后倒是不慌不忙坐了起来 摸到床头的碗喝了口水 你这个小丫头别嘴硬 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是有主之物 我就是这里正儿八经的主人 你若刻刻起起求我收留 我可以免你可怜 让你暂住 否则你趁早离开了吧 省得我逐你离去失了颜面 那女鬼竟也伶牙俐齿 你先别急着说大话 烦人想跟鬼斗 你是怎么想的 也罢 你睡你的觉 也别干涉我们吵架 我们两鬼白天见不得光出不来 晚上还不许我们伴嘴解闷吗 李宝听罢不愿继续纠 好吧 我不和你磨舌头 可你等着瞧 我非叫你听我摆布不可 李宝说完后又闭上了眼睛 双手捂着耳朵蒙头大睡起来 李宝在四合院里睡了一夜 村里的人们都替他担心害怕 有好心的人们劝他离开这座房子 可李宝偏偏不肯离去 原来李宝心中有了他自己的想法 昨天晚上和女鬼说话时 借着月光清晖 李宝看到了女鬼那张轻力脱俗的脸蛋 虽然苍白却是精致淡雅 楚楚动人 让人心生爱怜 李宝当下觉得十分喜欢 竟有了要保护此女的冲动 想要娶她为妻 李宝吃完早饭 就在村里搜集了鸡犬之血一类污物 因为李宝曾机缘巧合 偶遇过一位过往道人 并传授李宝一法门 说若用这些污物洒在鬼身上 伴于所受秘咒 便能将受至死鬼当时的形状定住 再不能幻化成别的样子 李宝准备充分 胸有成竹等到了晚上 两鬼还是如前 每晚到了这个时辰定然现身闹腾 又在没完没了地半嘴吵架 无非还是生前 揪揪缠缠的恩怨 正当两鬼你来我往 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李宝这一次可没躺在床上说话 而是披着衣服 竟只走到了女鬼面前说 又是你这个丫头骗子在胡咧咧 昨天已经跟你说过 让你们安分些不听 今晚我可要制止你 那个女鬼见李宝胆敢进前 义正词言呵斥自己 意外之余倒是有几分 钦佩李宝的胆量 女鬼生前就是个嘴上不饶人的翘丫头 此刻更是不服软 我又没拿棍子撑住你的眼皮 哪能耽误你睡觉呢 说完还施展鬼常用的 吊精拉伯张血嘴的伎俩 吓唬这青年 李宝竟被逗得笑了起来 好你个臭妮子 我要你好好的事后我宽衣解代 陪我睡觉 女鬼戏眼端详李宝 见对方是个面带正气的俊俏青年 就有意地逗着李宝玩耍 女鬼嬉笑着说 你别半夜做梦娶媳妇 竟想好事 你想要娶我 那就要看你有啥本事了 李宝张开双臂去抱她 可女鬼马上就闪开了 李宝抱了个空 李宝冷静下来 想起了身上的所藏之物 趁那女鬼不备时 就将乌乌全洒在女鬼身上 把李宝逗弄得跌跌撞撞的女鬼 正兴高采烈笑地直不起腰 猝不及防地 被李宝手中不明之物洒了一身 很快的 女鬼只觉得身子沉重了起来 李宝去捉她时 她却躲闪不了 毫无反抗能力地被李宝抱到了床上 女鬼本不该死 此前地府拒收 这次被乌乌占身后 已然还原为人 此时的柳梅在李宝的手中 好似小鸡儿遇到老鹰一样 想抵抗也无济于事 且在跟李宝接触过程中 觉得这青年甚是机智勇敢 而且浑身正气 芳心也是暗许 因此服服帖帖地不再挣扎 而一直冷眼旁观的男鬼 前三见识不妙 看着李宝不费吹灰之力 便制服了柳梅 吓得脚底抹油 桃之夭夭 不知所向 第二天大天亮 李宝才醒来 昨晚的事恍如一梦 李宝也是有些迷等 伸了伸懒腰 突然见身边 多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只见女子娇媚轻丽 发迹松散 苏兄半路地睡在枕边 便惊奇地问 你不再是鬼了吗 柳梅文言醒来 睡眼惺忪娇俏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羞涩地拉过背脚 掩了眼身子 含羞带琛说 还不是你这个冤架 让我做鬼都不安生 又被你活脱脱拽回来做人了 而且还是做你的人 李宝听后非常高兴 看到柳梅如此活色生香的媚态撩人 不由分又亲了她一下说 那你现在又是人了吗 精致白皙的脸上 让起幸福模样的女子柔弱的不胜一握 全然没有了吵架时的刁蛮 我又是以前的柳梅了 我若是鬼的话 怎能见到阳光呢 我和你已经有夫妻之时 从此我便是你李家的媳妇了 我死而复生都是拜你所赐 我要为你生儿育女 洗衣做饭一辈子 李宝看着这仿佛凭空出现的俏丽大姑娘 竟做梦般成了自己媳妇 笑得何不拢嘴 满心欢喜 宠爱地把柳梅紧紧地搂在怀中 村里的人们听说有这样的稀奇事 纷纷提酒携肉前来喝喜 赵远外更是喜出望外 她还当了李宝和柳梅的证婚人 打那天起 柳梅便和李宝男跟女之过上了 平凡而又安定的夫妻生活 日子虽然清苦 但小夫妇恩爱有家相敬如宾 倒也是和和美美 只是柳梅对阴魂不散的前三却不放心 时刻提方担心使坏 她知道那个色鬼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定会回来闹事 李宝知道妻子的担忧 胸有成竹地安慰柳梅 请娘子不必担心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我自有办法降服那个色鬼 李宝未降服前三那个色鬼 心中早已有了主意 果然一天夜里 李宝搂着娘子正呢喃着夫妻夜话 前三不声不响直接来到李宝夫妇床前 透过丈连阴策策地对丈那两人说 柳梅是我的冤家也是我的伴侣 我和她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 可她从来也不让我沾她的身子 而你却轻而易举地霸占了她 你若是不把她归还于我 那你我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已经是鬼没有忌惮 我会让你们不得安生 李宝听后却大笑了起来 我难道听见了老鼠叫 就不敢中痘了吗 你不要脸吹什么大气 有啥本事竟大言不惭地说要和我较量 我看你是癞蛤蟆跳到秤盘里 想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吧 你有啥本事就露两手给我看一看 若是我认输了 那我二话不说 就让柳梅跟你走 前三的鬼魂说 你只不过是个不善变化的凡夫俗子 而我却通晓法术来无影去无踪 并且又善于多样变化 李宝笑着说 只有鬼才相信你的鬼话 你若能变头毛驴给我看一看 那我就服输 前三色令至昏 竟不知世纪 洋洋得意地卖弄 你别说叫我变头驴 就是叫我变匹高头大马也非难事 希望你言而有信 我这就如你所愿让你看到我所变化的驴 明白我的神通 说完 只见前三的鬼影一晃 已然化成一头宫驴站在了李宝面前 李宝见恶鬼上当 急忙从怀中取出一袋乌物 说时取那时快 电光火石之间全都撒在了这头宫驴身上 前三这个色鬼此时方知上了当 可他想变也变不回去了 气得驴嘴里大口喘着粗气 四体乱暴发泄着不满 李宝急忙找出一条长绳 把绳子的一头系在粗树枝上 把另一头系了个套马扣 李宝等公驴靠近时 猛地把绳扣向驴脖子上套去 公驴见绳索套住了他 就竭尽全力往院子里跑 当他跑到绳子紧绷时 想回过头来咬李宝 可又不见李宝身在何处 李宝套住公驴后 找来一条长鞭 看驴乖张 狠狠便是挤鞭子的抽打 挤翻下来尝到皮肉之苦的公驴 也便只能老老实实的了 次日早上李宝夫妇起来 男主人把公驴从树上截开 牵到了墨房架在墨上拉墨 可这头公驴或许是心有不甘 只是直着驴脾气 降着脖子不愿干活 就是用鞭子抽他也不肯拉墨 李宝对柳梅使了个眼色 小娇妻眼嘴会议笑了笑 很快便从厨房 拿来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递给丈夫 李宝接过刀若无其事地 跟妻子商量 这将驴有色心也有色胆 胆敢寻你我麻烦 既不如人被抓后还不愿干活认罪 留着无用 咱们今晚就宰了他喝酒 就驴肉吃如何 柳梅高兴地把眼睛都笑弯了 相公真好 听你的 咱就吃了这畜生 李宝边霍霍磨刀边对公驴说 这回可是针对不住了 你不愿干活我也是无法 就如你所愿送你上路 只是有劳你又要辛苦往地府走一遭了 还真是千句万句不如菜刀一句 看着两夫妇有伤有量议论着 怎么烹调自己身上的肉好吃些 宫驴浑身汗出 如注前蹄一软便跪了下来 再三磕头后便自觉卖力地拉起了磨 正是 好驴不吃眼前亏呢 常言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李宝竟把古语反了过来 却是无钱能使鬼推磨 此有诗为证 捉鬼为妻属其说 阴阳两界情相悦 鬼也欺软却怕硬 无钱也使鬼推磨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